前列委赵永青的岳母今天清晨传出车祸往生 当时呢他是到万华果菜市场买菜 结果在过马路的时候 疑似被砂石车旁边的房卷入装置勾到了 结果惨遭碾毙 附近的店家说 这边其实经常就发生车祸 而儿子前往现场召唤的时候也质疑 就是绿灯的秒数太短了 老人家根本来不及过完马路才会被撞死 台北市万大路车祸现场 砂石车停靠在内侧车道 前轮与后轮间躺着刚被砂石车拦腰碾毙的妇人 现场血漏模糊 警方调查死者身份赫然发现 死者竟然是前列委赵永青的岳母 肇事的砂石车驾驶就是他一脸惊恐 说着当时发生的情形 我起步之后看后视镜 我后视镜一看怎么有一个妇人在我妇然这边 这现在被滚动了 我就停下来 停下来就这样 现场旁的小贩也对这样突如其来的车祸吓了一大跳 大货车停在那里一个人在下面 因为它那个是绿灯在通行有公车过去嘛 我们看到只有那个大货车而已 78岁的蔡老太太一早好端端的出门买菜 在回程途中却遭逢意外 死者儿子无法接受天人永隔的恶号 人是死在斑马线的啊 躺在斑马线上的啊 这交通太乱了 台北县议员江永昌是赵友卿的表弟 赶到殡仪馆协助表哥处理后事 他也痛批红绿灯设计不良 那老人家过马路需要多少时间 你红绿灯的设计 以及中间分割岛停留的时间 我想这个都要大声的提出 福利来检讨来追究责任啊 详细的造势原因与责任归属 还要等检察官勘验后才能进一步厘清 民事新闻李志锐石东甲台北报道